哦 这边有话说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别着急 别着急 我非常的不同意我跟你说 等一下 你是同意是不同意 憋死我了这大半天 我告诉你 干嘛非要在 秦人节的那天买礼物呢 清明节买出来呀 我 我这礼物 就是在很久以前 我就为我的非常喜欢的一位女孩 准备好了 没花多少钱 干嘛非要在那天买呢 为什么没有送给她呢 明天嘛 2月14号那天嘛 我想反驳 别着急 别着急 咱们一个说完 我话还没说完 我话还没说完 你听我把话说完 对对对 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 干嘛不给她增加一些色彩的点缀呢 也 也 也正是因为 生活平平淡淡的累积 我觉得过情人节 才会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我不拿别的举例子 我就说说我自己 好啊 我生活当中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 我也挺闷的 也不是会说话 不信 但是我 我今天在这里 我就特别想对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 说一句话 你们都听着 镜头对着我 镜头对着她 这就是你无数的女朋友在看着你 莱莱 叫莱莱 我爱你 我愿为你付出我的 我能付出的一切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爱是付出 不是索取 其实有些时候吧 你就是需要借助一个时间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季节 把你一直想说的话 想表达的话 在这一刻表达出来 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所以说 情人节 这一天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日子 把那些想说的话 想对你喜欢的人说的话 表达出来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想这个情人节 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美好的 情人节 我说的这个莱莱 是我长这么大 真的是第一次 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特别爱的女孩 你们可以从我的眼神当中 看得出来的 莱莱 我爱你 爱是付出 不是合适 这是我们的镜头 把你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对 你这个算广告 要单加钱的你知道吗 徐勒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你今天戴美虫了是吗 对啊 哪说理去 怎么了 难受吗戴这个 不难受 情人节的时候 让情人看着漂亮点吗 哦 哈哈哈哈